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輸贏著你抓到抓 有時候跳過也都可以了 反問我也問不出個手以籃 因為上次颱風來的時候 我先不放假 有一半人討厭我 我要是先不不放假 另外一半人討厭我 我知道先不放 發言還比本人還更精準 台北市長 柯文雄 市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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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學歷 最高學歷 當然台大醫學系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要笑的 一定要笑笑 那個媽有沒有關掉 不然垃圾又出 沒有垃圾 垃圾 垃圾 反正垃圾也不分難力 反正都要燒掉 都要燒掉 大熱門新聞報導 今日露露家中被憲兵隊 無故闖入 違法搜索 請問 身為立委的憲憲 應該在質詢時 質詢哪一位官員 A 國安局長 B 國防部長 請舉牌 來 柯B 市長這邊先 國安局長 很簡單 很簡單 恭喜答案就是 B 國防部長 B 國防部長 對 相信這個應該只有 當過三軍統帥的 前總統才可以 確實是B 所以柯市長你要加油 柯市長選總統 選上總統都知道 對啊 反正我也沒有說要選總統 反正隨便 你不是8月要表態 這個表態 這要怎麼講 國民兩黨總統出錢 都還沒有出來 我幹嘛要當眾就宣佈 有沒有可能蔡柯沛 蔡柯沛 不大可能 因為喔這個 上一次喔 那個台北市長喔 已經幫我逼到別人了 哈哈 哈哈 你幹嘛 有時候 他的發言 還比本人 還得更精準 對 大家都說選郭子乾做總統 因為他一個人可以當那個 郭台銘也可以當柯龍 就出來選 就可以當賴清德意 你果然是有柯的 有柯的藝人 對 有人說喔這個選郭子乾去當總統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喔 因為烏克蘭喔 最近有 血清當總統 郭子乾剛好是台灣的血清 可是那個喜劇演員四天 就已經被要求要罷免了 被要求要罷免了 而且喔這個 郭子乾出來參選喔 你看看他可以喔這個 消滅那個 消你那個 韓粉跟郭粉 郭董要出來選嘛 韓粉也要出來選 韓粉之間的怒火 間接喔 凝聚他們的這個 團結 然後呢 一三五辦韓國瑜 二四六辦 辦郭台銘 對 那禮拜天還可以辦柯批 對 太厲害了 下一道題目請出題 憲哥將新買的愛車 停在台北市街道的停車殼中 沒想到碰上颱風 又因為相關單位的防台措施不確實 導致風雨將路邊的行道樹吹倒 不偏不已壓在憲哥的車上 請問憲哥如果想申請國賠 應該向哪個單位求償呢 請搶答 應該向公登處 環保 公務局公登處 答對 台北市公務局公登處 答對 他變成他拿三分了 摩托 但是有柯的議員是這樣 本來就應該讓他 不過講到這個題目 講到台風 我順便講一句 其實當市長 最怕遇到台風了 因為上次台風來的時候 我要是宣佈不放假 另外一半人討厭我 我知道宣佈放半天加上 全部的人討厭我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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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號 五號 九五至尊 北市你講了 我沒有講 會不會有機會 有機會就對了 但是你這次台北都選得怕怕 阿伯回來了 一直發抖 我贏三千多票 還有什麼好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這樣 反正年輕人喜歡我 我做什麼 他們都做 他們都覺得很好 就好了 對不對 反正台北市也沒什麼建樹 有大巨蛋 我要壓死 對不對 台北兩顆蛋把我壓死 一個台北藝術中心那顆蛋 還有台北大巨蛋 兩顆蛋 要淡淡的優秀 請出題 來 請問 風靡全球的三角舞 應該要怎麼跳 會嗎 怎麼跳 三角舞 那就是三個 三個定點這樣跳 那先翻 恭喜 阿伯會跳 阿伯會跳 來 三個人一起跳 要三個 然後分別有 前 右 左 假設我是前 右 左 你就是右 左 前 你是左 前 右 那我是前 右 左 前 右 那我是前 右 左 預備 請 登 登 都不會 都不會踩到有沒有 都不會踩到有沒有 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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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了 大概是這樣 三個人在跳 怎麼跳都不會撞到就對了 好厲害 什麼跳都不會撞到 打錯 沒有具體的規範跟作為 沒有就沒有 有就有 沒有 完全對 就是沒有 但是我們還是 陳局長 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又請假了 今天早上沒有請假 你今天早上沒有請假 兩個小時嗎 今天早上我出門的時候 因為碰到了塞車 所以我塞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你剛剛不是說你沒有請假 你自己請假 日體上要什麼嗎 當然是高雄要什麼 高雄要發財啊 對不對 天啊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什麼原因真的被抓都抓不到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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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好 我也嚇我一跳 我想說 有時候跳過也都可以 訪問我也問不出個手以籃 而且今天我的幕僚跟我說 是要來3D電視台 結果我一進來 我看那麼多議員 我以為要議會總質詢 那嚇我一跳 嚇一跳 還好沒有王世堅在現場 但是有好朋友莊瑞翔 我倒是放了心 放下很多心 我們故意安排在旁邊 對啊 安全感 通常在錄影的時候 像現在這樣2點 應該後面 應該是記者會的現場 後面一排 應該都是我台大的同事 然後同樣一個老師交出來的 奇怪怎麼出來 會是白痴命令 有 我們一開始的聲音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看到吳宗憲才知道來到綜藝大人 對 突然忘記了 我的意思是說 錯誤的白痴命令是說 找那麼多優秀的 唇槍舌戰的議員 立委來跟吳宗憲在這邊弄 對不對 怎麼可能 是 模仿天王郭子乾 擅長在節目中 模仿扮演許多知名藝人 這好像 這好像 你的觀眾哄堂大笑 請問 以下這張圖片 郭子乾是在模仿誰 A 王世堅 B 賴清德 C 柯文哲 好 請舉牌 應該紅不浪了 這個應該太簡單 1 2 3 請亮答案 這是這邊答案 來 請亮答案 沒錯 來 請 郭哥 模仿過你覺得 最難模仿的是誰 太難模仿了 郭子乾本身沒有特色 沒有特色的人最難模仿 像馬前總統 還有蔡總統都很難模仿 這個 他只能模仿下巴 對 他如果有特色的話 就把特色找出來 把它誇張 讓人家知道你模仿誰 一眼就知道了 你有辦法模仿女性嗎 我曾經模仿洪秀柱委員 對 超像 洪秀柱 這個你把照片拿出來 真的像極 一模一樣 對不對 但是那次我模仿洪秀柱 洪秀柱委員 還打電話來抗議 製作人說 為什麼你們那麼多 模仿女生的 都叫女生來模仿 為什麼唯獨模仿 我要叫一個男生來模仿 結果製作人跟他講說 沒辦法 因為郭哥的臉型跟你很像 本來 下面一題請處理 請問 下列哪一個聲音 不是 台北市長 郭文哲本人的聲音 仔細聽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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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是覺得 妳為什麼覺得是A 就不像 A不像 不像 比較就不像 對 妳們選B 她唱很像 B看起來是有唱功的 有唱功 因為她有點太誇張在模仿 剛剛跟那個特事長有講 對 太嚴重了 先看A的答案好了 1 2 3 在空氣沖滿你的心 學大明月要將愛你 妳好 正確答案是B 換臉 OK 正確答案是B B 她們選得真好 因為她唱歌本來就沒有節奏 所以說中間那個B唱得太有節奏 而且太旋律性 而且她的聲音 她比較像 像當初的柯文哲 最近幾年下來 柯文哲的尾音都會 她講得太細 太誇張了 她最近有練歌 對 我們有一次 因為她隔離的時候 我們就跟她直播 然後就直播 直播到最後的時候 她就自己突然說 那我來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然後就自己播 有卡拉袋 真的啊 她自己播出她的球鳥的卡拉袋 而且我們還想說 這是陳佩琪是在旁邊幫她播的嗎 不是 她自己準備的 真的啊 她應該可以拿那卡拉紅天蕾出來練 對啊 送一組給市長 對啊